看護姐姐手輕輕一比 機器人Alice就能把毛巾精準放入櫃子 當然像是送報紙 還是搬包裹 一點也難不倒塌 有兩隻7軸機械手臂 還能自己搭乘上下電梯 有雙大眼睛 還設計了靈敏的耳朵 甚至會看人臉色 一條件爺爺不舒服 跌坐地上 立刻找護士來救援 這款智能機器人Alice 今年初登CES美國舞台 如今正式到 日本養護中心Oryx上班 沒想到設計團隊居然來自台灣 你可以做簡單的項目 例如收拾東西 收拾東西 但你也可以做很多困難的東西 例如Decathlon的房間 Morpion的房間 認識人物 認識所有物品 然後記錄到哪裡 然後給你把它放進去 瑞智通台灣研發創辦人 黃成毅待過惠普 2001年 還是微軟大中華區總裁 打造第一款可以在人類環境 自主完成工作的機器人 I need to fetch a gift please fetch for me 當然像這款桌上型超萌機器人Troppy 就標榜透過聲音辨識 可以跟老人家簡易聊天 太多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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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化社會 長照能力缺口 照護機器人 也助一臂之力 東森財經新聞 聯國鼎劉子騰 綜合報導 超視頻報導 景神 adolescent ikum